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中国最畅销的汽车品牌 比亚迪10月30日周一 公布了创纪录的季度利润 在整个电动汽车行业放缓的背景下 比亚迪仍然实现了电动汽车销售的历史最佳成绩 截至9月份的3个月内 比亚迪净利润较去年同期猛增82% 达到104亿元人民币 收入则增长38%至1620亿元人民币 比亚迪今年前9个月的净利润总和 已经达到214亿元人民币 已经高于2022年全年166亿元的数字 中国陈联会数据显示 尽管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普遍放缓 但是比亚迪的实力依然强劲 分析师和交易员都看涨比亚迪 将比亚迪的盈利预测上调至历史新高 在过去12个月 比亚迪在香港的股价上涨了40% 今年迄今已经上涨了28% 本月则是上涨了1.7% 跑赢了特斯拉本月17%的跌幅 但是看今年整体的话 还是特斯拉涨幅比较多 但是有迹象表明比亚迪还是有继续上涨的势头 本月的早些时候 特斯拉的CEO马斯克表示 他认为全球电动汽车行业前景暗淡 称美国利率上升损害了汽车销售 特斯拉的利润还受到长达数月的价格战的影响 分析师一直在降低对特斯拉美股收益的预测 而与同时则对比亚迪的前景一直在上升 分析师表示 鉴于比亚迪在平衡销量增长与盈利方面的能力 与特斯拉相比 比亚迪仍然是最安全的选择 同时比亚迪还有多种混合动力汽车 这些混合动力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 有利于帮助它提高利润率 汇丰控股的专家透露 比亚迪预计将会于第四季度开始交付高端系列的仰望U8SUV 和全新品牌方程豹越野车 这两个型号都备受市场期待 而在中国以外地区 虽然因为政治等方面的考虑 比亚迪没有进入美国的乘用车市场 但是比亚迪在巴西等国家拥有很高的市场份额 第三季度它在海外市场销售了7万多辆新能源车 同比增长323% 与此同时通过合作伙伴关系 比亚迪也正在扩大在东南亚市场的销售 而在比亚迪公布创纪录业绩的同时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 其实整体的电动车行业是在放缓的 那么与比亚迪一支独秀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中国汽车板块整体票率 本周一汽车和零部件板块领跌A股 福田汽车和江陵汽车跌辅达6% 广汽集团跌2.6% 上汽跌2.4% 长安汽车也跌了2.4% 很多汽车行业的国企似乎都失去了动力 本月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 中国的电动车公司即将进入整合时期 在2017年成立的爱池电动车公司 在成立之初前景可以说是一片光明 它的创始人之一富强 是中国汽车领域的元老 曾经先后在一气大众 斯科达奔驰沃尔沃等品牌担任高管 而爱池的投资者则包括腾讯 滴滴和电动车的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等 甚至还有江西上饶市政府 然而现在6年过去了 爱池从来没有实现过盈利 一家主要工厂已经暂停生产 并且在支付员工工资和继续销售方面举步维艰 爱池汽车的员工在今年8月高速金融时报 已经被逼进了死胡同 只希望政府能够还他们一个公道 员工们要求政府启动破产程序 并且要求爱池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 类似这样销售局面的中国电动汽车公司 还有几十家他们的破产助长了电动车 整合时期的来临 最终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上 将只剩下少数几家公司 数据显示中国约有50个国产的电动车品牌 他们生产着纯电动汽车以及混合动力汽车 而瑞银分析师表示 预计到2030年 中国将只剩10到12家主要的电动车制造商 可以继续大规模运营 自从去年年底 特斯拉在中国引发价格战以来 行业整合的步伐已经在加快 由沃尔沃中国前董事长 在上海创办的另外一家电动车公司 威马汽车 在本月已经告诉债权人 公司已经于10月初启动了债务重组程序 而曾经豪言要用小米模式打造中国特斯拉的起点汽车 在最近也卷入了破产程序 同样破产的还有雷丁汽车等 而总部位于上海的天际汽车 则在4月份宣布暂停生产 业内专家表示 降价是中国汽车市场的新常态 而在小型汽车公司被淘汰之前 这种常态还会持续下去 电动车向海外出口被普遍认为 是解决中国电动车行业产能过剩的方法之一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 旨在削弱中国在关键领域主导地位的意志通胀法 以及欧盟最近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的反补贴调查 都为中国的出口战略增添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同时中国政府还收紧了电动汽车生产许可证的发放 试图解决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华旗集团分析师在5月份的一份报告中预计 到2023年全国电动汽车工厂的年利用率将只有33% 分析师表示在这些小型汽车制造商被淘汰之后 只有一小部分产能会被其他汽车公司收购和重新利用 而大部分将会被完全浪费掉 爱吃汽车在中国补贴驱动的热潮中曾经脱颖而出 很早就进军海外市场 声称已经进入了10个海外市场 并且在成立经5个月后就在德国设立了子公司 但是在成立后的几年内 爱吃一共只推出了两款车型 并且每年的销量只有2000至4000辆左右 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 而相比之下比亚迪光是今年9月 一个月就销售了15万辆电动车 爱吃的困境是中国大量电动初创企业的典型代表 爱吃汽车近日表示已经停止生产 并且正在为重组后的公司寻找新的资金和方向 而业内人士对其变革能否成功并不乐观 随着汽车领域价格战的继续 其他汽车制造商的状况会如何 以及他们在洗牌之前已经花掉了多少钱 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同时业内人士也提醒我们 随着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 四五年前建造的汽车生产线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了 与同时欧盟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 也令中国汽车企业腹背受敌 10月25号欧盟委员会宣布 第一轮反补贴调查的目标 确定为比亚迪上汽集团和吉利汽车 这三家中国车企 调查期预计不超过13个月 调查将会分三步走 首先确定产次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是否得到了补贴 其次 这些受到补贴的产品 是否对欧盟的新能源汽车行业 造成了真正的损害 第三步 决定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行业律师吕小飞表示 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进程和速度 如今已经远高于欧洲车企 欧盟此次发起反补贴调查的背后 真正担心的是中国汽车制造商 已经在全球电动汽车行业占据的主导地位 并且将欧洲视为一个重要市场 从调查进度来看 目前欧盟已经启动了第一步 本月所有在华生产并且出口欧盟的新能源车企 需要按照要求向欧盟提交问卷 问卷内容包含公司出口到欧盟的 纯电动汽车的数量和金额 此外欧盟还要了解中国产业链的相关情况 包括这些公司的 李孤涅电池电芯等供应商的名称 而根据行业律师预测 接下来欧盟委员会将会要求被选中的三家企业 在2023年11月17日前 提交调查问卷 并且于2023年12月和2024年1月 欧盟委员会将会进行补贴现场核查 出财将于2024年7月4号公布 中财将于2024年11月2日公布 那么这次为什么首轮抽调比亚迪 吉利和上汽三家车企呢 后续对中国车企又有如何的影响呢 中国向欧盟出口新能源汽车的车企 主要包括上汽吉利等国内车企 以及特斯拉雷诺华城宝马等 在华生产的外资或合资企业 而比亚迪吉利和上汽 是向欧洲市场出口最积极的企业 吉利一直在欧洲有业务布局 明觉在欧洲市场的出口量最多 而比亚迪近期则是非常激进 业内人士认为这三家车企 在欧洲潜力最大 那么凡不跌调查 具体会对中国车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欧盟反补贴调查一旦启动 一般会出现三种结果 一是因为查不出重要补贴而终止调查 二是经调查发现虽然有补贴 但是没有严重损害欧洲利益 因此不采取反补贴措施 第三种则是认定中国补贴情况严重 征收反补贴税 专家表示根据欧盟已有的实践 90%以上的案子会是第三种结果 而一旦欧盟委员会决定征收反补贴税 一般会连续征收五年 且每五年都可以继续再延长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反补贴调查还有其特殊之处 那就是它是在欧盟没有发起相应的反倾销调查的情况下发起的 因此后续欧盟随时还可能再发起反倾销调查 届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 将面临的不仅仅是被征收惩罚性的关税 这些企业的欧洲实体 还可能面临各类行为救济和结构救济措施 具体来说包括被补贴的资产需要获得欧盟许可 降低产能或者减少市场活跃度 并且要公开被补贴的研发成果等等 专家表示这些救济措施可能比罚金来得更加要命 因此中国专家提醒 中国有关企业现在就应该准备应对 欧盟可能对产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